日里镇公所因应焚化厂整改垃圾掩埋场持续使用 向上争取获得环保署2000多万元的补助 进行长粮掩埋场沿用工程 而在工程作业完成后 代理镇长江东城亲自到场验收同时表示 整改完后将可扩充掩埋量能 减少垃圾转运的作业成本 透过一张张的照片 不论是地磅、水塔、围墙、洗车台 还是连外道路相罕等等 玉里镇代理镇长江东城 会同相关客室主管 足以比对设计图现场测量 严格的进行验收勘查 以确保工程的完工品质 这个现地的一个验收 对这个煤相的包括钢筋的一个结构 水泥的一个灌浆 还有磅数的相关的一个规定 还有规格的一个设计规格的相关的一个核对 我们都是逐一逐项的来核对 我希望期待每一次的一个验收 我们当然用依法行政审慎 这个积极的态度来做每一项的验收 因为花莲没有大型垃圾分化炉 因此县内象征市多数以转运方式 送往宜兰立则焚化炉处理 这一次政工所整改常量垃圾掩埋场 扩充掩埋量能 也能减少垃圾转运 衍生的站置打包等作业成本 因为下面没办法指 所以那下面 中间也是有一个所谓的 当然啦 我们知道啦 其实这以后地震过不了多久 也是慢慢来变 结构是没应用的 这是说你们在做那种 可以做多久 算多久 玉璃镇长粮垃圆埋场民国 91年完工 启用至今20年 为了应应台泥缝化炉 披兼工期 109年特别规划推动 整件以延长垃圾厂的使用寿命 获得环保署2000多万元的经费补助 并且在110年动工失作 这个月完工后 14号 代理镇长将东城率队到场查核验收 以确保工程品质 也进一步提升正名的福祉以及利益 接着是玉璃玉璃镇采访报道